哈囉 大家好 我是紫辰 今天這台是Tosdale Toyota 1500的正式皮帶 那這台車跑了 11萬多正式皮帶已經裂了 然後呢 就把它換掉 然後我這台車最主要是 水棒譜漏水 然後客戶才來拆正式皮帶 那才發現說都很糟糕了 就一起換掉 你看這個黃色就是漏水的水痕 然後呢 拿一個新的 新的就長這樣 OK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紫辰 我是建議換正式皮帶就順便換啦 反正一變狗又不貴 然後就換新的 大家下次見囉 記得幫我訂閱我頻道追蹤我的IG 就不會錯過最新 最快的新的內容 下次見囉 掰掰